球员风光的背后,是由无数汗水积攒而成的,天才离不开后天的勤奋和切而不舍,没有努力,再好的天赋都将成为伤重用一个。 11岁时梅西被诊断患有先天性诸如症,C罗从小就身体瘦弱,甚至常因身体过于单薄被对有欺负,跟C罗类似,莫德里奇小时候,也曾因太过瘦弱以及腼腆,被教练认为不适合踢球,但如今,他们三人都成为世界足坛的参天大树,没有谁能随随便便就成功。 这个道理适用于C罗和梅西,同样也适应于莫德里奇等,靠着自身坚韧不拔的努力,在足坛赢得一片天的球星。 保利尼奥加盟英超热四队后,被球迷平为队市最差演员,而灰溜溜地来到中超踢球后,他反而越踢越好,最终得到了顶级豪门巴萨的征兆。 这些大牌球星的励志故事告诉人们,有天赋还要后天不断地努力,吃得苦尚苦,方能为人上人。 俄罗斯世界杯晚满结束,克罗地亚队虽然没能获得冠军,但他们却得到了冠军之外所有的荣誉。 作为队中的舵手的莫德里奇则居功俱为,这个个子不高,身体偏瘦的,身体条件颇向亚洲人的球员,站在人高马大的克罗地亚球员中间总显得不太协调,但他却得到了本进世界杯的最高奖赏,荣获了俄罗斯世界杯的金球奖,成为本进世界杯上的第一人。 当彭起金球奖的奖杯站在领奖台上,莫德里奇没有一丝笑容,谁能想到,在五年前他还,曾被评为西甲最差演员,那年可以说是他职业生涯,相当高高透顶的一段时间。 2012年8月,莫德里奇从热四转会黄马,当时球队中的中场有厄奇尔、阿龙索和赫迪拉等人,而由于没能参加球队的季前和练,体能和状态都不在最佳水平的莫德里奇,要想在这些球星当中,强到首发位置,可谓难上加难,再加上主帅穆里尼奥的战术偏防守,以进攻见长的莫德里奇,不得不长期坐在冷板凳上。 即便偶尔出场也是半眼飞郭霞的角色,也就难怪,当西班牙马卡豹于2013年1月发起球迷投票,评出2012年西甲最差演员时,莫德里奇以32.2%票数当选,对于球迷的不满,莫德里奇在克罗地亚媒体Sportski上回应道, 这就是黄家马德里,我非常清楚新加盟的球员要在这里取得成功,就必须承受巨大的压力,我不是那种喜欢找借口的人,不过要想适应黄马这样的豪门俱乐部,就要承受很多考验。 我有过一些不错的表现,虽然不是每场比赛都很出色,但是我相信我能证明自己是能对球队做出贡献的。 果然,2014年,莫德里奇帮助黄马夺得欧冠、国王杯、世举杯、欧洲超级杯四项赛事的冠军,之后在其达内的执教下,更是实现了欧冠三连霸,而在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,他又率领克罗地亚队闯进决赛,并拿到了人生第一个世界杯金球奖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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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